但是对台湾人来讲 我们就最关心了 虽然欧洲距离我们比较遥远一点 但是到底会对台湾 带来一个什么样一个联动的影响呢 一般很多人都预料说 欧元会扁啊 很多第一个想法就是说 那我这个时候是不是该买进欧元 买进欧洲基金呢 或者是还要再hold住一会儿呢 也有很多人在想说 那我原本就持有的 那现在怎么办 扁的话 其实从外资银行的 经济学家的角度来说 在一个市场比较萧条 但还不到谷底的时候 通常欧元 如果民众手上有欧元 他们建议是就保持就稳住 不要在此时做大幅的加码或减码 但是反而如果你手上有股票的话 这些外资银行的分析师反而认为说 你这个股票可能要减持了 因为在一个比较萧条的时候 如果你再去加持股票的话 你的获利可能变动是非常大的 那这些减持的资金呢 外资分析师是认为说 你可以放到 比如说债券 高收益债也好 公司债也好 或是公债也好 这些固定收益的债券 会让自己的投资报酬率 比较稳定一点 也还是着眼欧洲市场吗 也是可以的 如果你要投资欧元 但是说欧元并不会比美元来得强 就是一定 也就是说欧元 如果要持有的话 现在不要大幅的增加 但是如果是股票的话 可能应该要先 暂时先减码一下了 对 谢谢大家